李嘉賓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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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很高興可以來跟大家分享 剛剛這個JEPLIN說我曾經被描述成什麼台灣十大電腦高手 那個是1996年的時期嗎 已經20年前了 當時台灣寫網路軟體也沒有幾個 所以現在已經高手背出了啦 那當時我也還在創業 那現在也已經退休了 就是專心做工藝 所以現在跟那個高手什麼都沒有什麼關係這樣 但是在今天很高興能夠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我在居民做的盟點這個專案 跟一些其他專案的事情 那因為我自己當聽眾的時候 不喜歡討論的時間被壓縮 所以我今天就是剛好講到五點 然後我們接下來還是留一整個小時來討論這樣子 那盟點就是一份字典 來玩我看膠 那可能在Facebook上面 有人有看過這種就是Facebook上 或網路上九宮格的圖片 或者有聽過盟點嗎 好多人點頭好高興 對 那盟點它就是一個字典 但是它整合了教育部的許多資料 包含比順的動畫 小孩可以在這上面學到它的注音 按下那個三角形的鍵 它會沾然發音 然後 合作參考或是這個材料 然後底下會有各種不同的 材料 然後底下會有各種不同的材料 對 那盟點是臨時政府 就是有開始有這樣子一群人的 大概兩個月之後 也說出現的專案 算是相當早期 就是接近兩年前 那所以我們先來解釋一下 臨時政府是什麼呢 那這位是我很喜歡的一位作家 張大聖 他是臉書的重度使用者 整天都在臉書上面 PO關於理財啊 或者關於政治啊 然後這是兩個主要的話題 那但是當時在2013年初 Wired就是一個網路雜誌 訪問他說 欸就是你很關心政治 但是你一天到晚有臉書 你覺得這兩個能不能結合 然後2013年初 這個就是張大聖就說 絕對不會 臉書會做的事情 是他讓公民以為自己有參與 為什麼 因為他們按讚就好啦 那所以就會這個萬人按讚 然後一人到場 他說他還是想不出來 一個讓大家又懶 又可以參與的真正的行動的實踐 所以呢臨時政府 可以這樣來解釋 就是是一個讓大家又懶 又可以參與的真正的行動的實踐 那我們待會兒會看到很多的範例 舉例來說 這個是臨時政府一個 開放政治現金的專案 那在臉書上面有很多人 在當時就是我們會 給大家看這樣一個網頁 然後呢大家看到這個 就輸入099-09-24 那這個是什麼呢 這個是監察院的政治現金 每一次有任何選舉的時候 他們有一個紙本的資料 但是呢 因為法令的限制的關係 只能夠用你印過的文檔下載 事實上是稀出啦 那也不能叫下載 所以呢就有人把它拿出來 然後呢又有人把它切成這樣 一小一小格 然後呢又有人把它做成一個遊戲網站 然後這樣一個遊戲網站呢 又有設計師做了很漂亮的logo 說你今天監察院了沒 然後因為我們切成一格一格的數字 叫做豆腐嘛 所以就這個自己的政府 自己教自己的豆腐 少了非常非常的狼狼上口 那第一批拿出來的文件是2000多份 然後裡面有大概30萬筆的政治現金 大概有9700多位小民 在24小時之內 每一格至少有三個人看過 是沒有問題的 所以一瞬之間 就是這些引印出來的紙本資料 就變成了數位化資料 那數位化資料 為什麼我們會一開始做這件事情呢 是因為最最最一開始 有一位國寶級的白目 馮光源 那他提出了一個想法說 我們應該要挖比立委修法 讓政治現金能夠 那個心目能夠讓人下載 可是他覺得修法 北風跟太陽兩腰 這個兩邊一起進行 所以他想說 那我們不如就找人 全部都引印出來 然後呢就在外面數位化給他們看 就表示說你若不公開的話 你看鄉民都幫你公開 這樣子你不如就公開了吧 這樣子資料還比較正確呢 之類的 所以他就是這樣一個想法 那當然他想法非常的多 那然後就有一些NGO的朋友們 真的響應了這個想法 真的進去了監察員 真的拿出來了第一批的資料 那這個就是所謂的Rodata Rodata我們在GNV叫做柴 就是砍下來的一個 可以當作材料的東西 那在GNV呢 我們砍下來這麼多份資料之後呢 大部分的時候呢 一開始這個柴是一個非常 就剛砍下來的很新鮮的 可能還不能夠做什麼使用 就是所謂的Rodal Material 它比較像這是一個直等的資料 接下來呢 這個我們就有一個分身法術的動作 一個人砍數叫做法術 那一萬多個人一起砍 就叫做分身法術 那要怎麼樣分身法術呢 就是你要把資料切成夠小的單元 然後讓每個人都覺得說 這好像是他花五分鐘又來又可以參與 他跟按讚跟按分享 需要花的時間是差不多的 這個時候就會有很多人來 所以我們就有一個遊戲化的網站 然後呢重點是上面會有一支倒數的數字 讓大家看到說 現在已經有多少人在一起玩了 還有多少筆沒有輸入 然後呢像這位柳林呢 他就說可惡他這個不睡覺 也想要把這個數字調到零這樣子 所以就大家24小時幾乎是不眠不休的 就是不斷地在做數位化工作 然後一瞬間箱名都來了 然後一瞬間就把四十幾萬筆做出來 那這樣做出來可以做什麼呢 因為我們有各種各樣的資料包 像什麼五都選舉資料包 什麼什麼資料包 就是新年印出來的 然後上網 然後讓人數位化 這個做出來的時候 在129的時候 林氏政府有另外一個網站 就是作為立委跟議員的投票指南 那就可以在上面看到 每一個如果他是連任的話 他之前提出了哪些證件 他的出席率 他的證件的達成度 他的政治獻金是從哪些地方收取 他的政治獻金是往哪裡支出 並沒有針對特定委員的意思 但是就是他的投票記錄 跟他的提出法調求證案 跟他的附帶提案等等 都可以用這樣子一份資料來做作證 那我們也是各個縣市的朋友們 就是我第一次看到 這麼完整的社會的導覽 就把他們所有的議員 你只要進去 然後按一下你所在的那個縣市 就可以看到所有的議員 他的證件和資料 所有各樣這些政治獻金的戲目 都用視覺化的方式 把它顯示出來 就是在G&B Round的這樣一整個案子 以及專案跟專案之間 產生了連結的一個很好的例子 所以我們這邊可以看到說 其實集合了很多人 就是像其實群眾媒體呢 就是任何在臉書上面 或者在PTT上面PO了 大家就會看 很多人會看的人 例如像剛剛提到的張大春 或者是國寶集團 用我們這個粉光眼 都是群眾媒體的非常良好的代表 然後NGO會覺得說 好這件事情我們要促成 像宏都盟 或者像其他NGO說 我們願意來促成 所以他們就會去做一些 實際線下的事情 然後我們又集合了 就是做自由軟體 願意把自己做的軟體 無償的提供出來 讓大家接力繼續開發的人 把這兩邊提出來的資料 用開源跟行動主義的方式 變成大家都可以用的 數位化的資料 那這個時候就會產生一些 蠻有趣的效果 那這些數字其實 因為去年年底都已經蠻舊了 但是就是說GED是一個空間 那事實上也不是一個空間 是非常非常多的空間 所以有Facebook的空間 有Hackpad共筆 有點像維基百科那樣子的空間 有聊天室的空間之類之類 那所以我們其實並沒有 什麼成員不成員 就是你只要出現在這個空間 不管它是實體的 還是虛擬的 那就是加入了這樣子 所以那Tom Steinberg 就是英國的MySociety 也是一樣是在做 類似的開放政府開源社群的人 就是說這樣子一個規模 是他在全世界看過最Active的 他的原文是說 台灣跟以色列是最Active的 然後其中台灣的人數 又比以色列要跌得多 這樣子 那為什麼會有臨時政府 就是這個名字到底是怎麼出現的 就是在2012年10月的時候 有思維Google的工程師 拿了內政部的實價登錄 有人在喬了 拿了內政部的實價登錄網站的資料 然後其實那個網站 這個真的很可惜 因為媒體把它講成是說 政府花90萬 可是民間這四位是花了500塊錢 可是這樣並不公平 因為這500塊是建立在這90萬基礎上面的 就是說政府做了很棒的資料 可是就像剛剛的那個政治獻金一樣 它困在一個很有待改進的格式裡面 然後所以這四位工程師就把它丟到他們最擅長的 就是Google Map上面 就可以看到說你住的地方它的平均的坪數 然後這邊的交易量 然後最近這兩三個月平均每坪多少錢之類之類 讓大家取用 那但是在就是2012年10月的時候 這個內政部跟這四位hacker有一點誤解 這個誤解呢 我覺得有一部分要 是因為有這個標題殺人的這個狀態 所以說內政部那時候就說 我們不歡迎民間做這樣子的事情 那當然後來隔了不到一年之後 他們就真的變成open data了 可是在當時呢 確實是有一點第一的 然後很不幸的是 在同一個時候 行政院拍了一個短片 叫做經濟動能推升方案 那這部短片在YouTube上面 這個有很多人看過 它的大致的訊息就是說 政府的運作非常的複雜 一般的人民是不可能弄懂的 所以說我們做就對了 而且很重要 所以要說三次 這部影片 你也把這個訊息 從頭到尾就這樣說了三次 然後影片就結束了 那這樣子一部影片呢 它在上架之後不到兩天 就有許許多多成千上萬的鄉民 看了之後 按舉報為詐騙影片 然後過了不到一天 行政院的YouTube上號就下架了 在YouTube判定為詐騙中 對 但是這當然是於事無補的 就是說事實上並沒有 對事情有任何幫助 但是就是說 實際上我們說 Hacker是說 有創造性的解決問題的人 所以這四位 就是CEO高 柯比 CA跟OPOP 當時他們參加了一個 Yahoo所辦的黑客松 我在裡面解釋 黑客松是什麼 他們就想說 我們對付這種廣告的方式 不是你去按檢舉詐騙 讓它下架 那沒有幫助 對不對 我們應該有幫助的是 我們來證明說 事實上 鄉民是有能力看得懂政府之類 只是本來政府呈現的方式 並不是很友善 所以他們所做的事情 就是他們把中央政府的總預算 然後把它下載下來 把PDF檔跟Word檔把它拆開 然後你可以按照正式別 主管單位別 去看說每一個部 每一個會 它今年的預算是增加了 還是減少了 還是新編列了 按照社會保險分 按照什麼不同主管單位分 它的預算是怎麼樣成長 怎麼樣子下降等等 那這樣子 每個人都可以一目瞭然的看到 就是中央政府總預算 到底每年花在哪裡 因為什麼原因 而增加而減少 那這個他們就得了一個 大概五萬塊的一個獎金 他們就拿來辦了一個 第0次動員勘亂黑客松 從那個之後 每一次黑客松都是 就是按照台灣歷史上的事件 這樣子 所以下一次是 第一次是工地放林 然後之類之類 有各種客廳工廠之類的 就是按照台灣的大事年份區 那在臨時 就是第0次動員勘亂黑客松的時候 就是在中央院所辦 資訊所所辦的第一次黑客松的時候 就來了大概100人吧 然後大家都是 就是軟體工程師那時候居多 但是也有一些設計師 也有一些文字工作者 那他們參加的所謂的黑客松 就是黑客的馬拉松 那剛剛已經講了 黑客就是有創造性的方式 來解決問題的人 馬拉松呢 就是完全中間不休息的意思 所以在一場黑客松裡面呢 我們會準備 就是那五萬塊 是用來買大量的披薩 大量的咖啡 然後有時候可能有雞排啊 這些很流行 然後還有餐具啊 什麼之類的 那實際去參與黑客松的時候 像之前這個 Jacky來我們參與的時候 就會看到一整排的貼紙 那最大量的呢 就是說 我是第一次來的 或者是我已經來過很多次了 然後呢 接下來就每個人挑自己的專長 然後比方說我知道是法律 文字工作者 設計師 農業 各種不同的專長 然後就把它貼在肩膀上 然後呢 這樣子 有想法的人 就直接上台 然後可能每一次大概會有20組 提案說 我今天從早上9點到下午5點 我有這樣一個想法 這件事情之前沒有人做過 或者沒有人做完 我希望找到有足夠多 不同專長的人合作 把它做到 那這個就是所謂的大風吹 就是像組隊 我這個專案需要一個文字工作者 一個法律工作者 一個設計師 兩個成績設計師 然後我就去找有貼了一些貼紙的人 然後他們就圍到旁邊 那然後當然就是貼梅花錄貼紙的 那些新參與的人 可能就會像梅花錄一樣 就是在那裡不知道要去哪裡 然後這個時候就是很有經驗的人 就會帶他到旁邊 然後慢慢地問說 你平常在做什麼工作啊 你有什麼專長啊 那我覺得你很適合去那邊 這樣子 就有一個帶領人 那在這樣子工作一整天之後 通常是到下午大概四五點的時候 就會發表進度 那每次幾乎每一個專案都會有一定程度的進度 然後每一個專案只有自己在約時間 然後再去工作 所以G0V到底是什麼 G0V是一個空間 它並不是 有點像是虛擬世界 它是一個世界 就是說 這邊是三個G0V的術語 那這個寶博士之前已經講過了 就是有很多人湊在一起 成為眾人 那每一次的提案在我們這邊叫做坑 就是說 我想到一個專案要做 就是挖一個坑 然後有人願意來加入 就是他跳一個坑 他實際有產出 就是填一個坑 我推薦別人進去是把它推坑 好 所以就是這樣子 就是把 就是以前的那種 就是從上而下的領導的 或者是從屬這種關係 把它完全變成平行的 就是說也許有先有一個想法 也許有先可以做一些事情 那除此之外 還有就是固定每兩個月一次的 剛剛講的就是百多人的大型的黑客松 以及現在幾乎每一個星期 週末都有的小松 30到50人 所以說 人透過參與這些黑客松 來認識其他人 在線上繼續合作某些專案 然後又發現了更多人 然後找到自己的長處 貢獻這些專案 這些專案在每一次黑客松 又被提出又被放大 這樣子加起來 是距林的運作的方式 所以 所以你沒有組織 沒有誰能夠命令別人去填某個坑 沒有代表 沒有人能夠代表其他的志願者 因為每個人都是志願者 而且沒有成員 因為你只要出現在我們黑客松 你突然間就是成員 然後 因此 距林的另外一個梗 就是說沒有人 什麼叫做沒有人呢 就是說 每一次來黑客松的時候 都會有人問說 為什麼沒有人做這個 然後我們的標準答案就是說 你先承認你就是沒有人 你就來做這個 就是說 這是一個非常賠歷式的 empowering的一個想法 就是說 為什麼沒有人 這個蒙點的字這麼醜 為什麼沒有人改 你就是那個沒有人 就是任何時候有想法 有批評有指教 甚至是哭手 所有這些 只要回這樣子一句話 這個 很奇妙的就是 它都會變成專案的貢獻 那當然 沒有人是萬能的人 所以說 就是 並沒有什麼限制 就因為上面並沒有限制 所以一定是什麼 性質的專案才能夠提出 所以黑客松的實際的運作方式 就是在之前 可能有一些時事啊 號召 然後呢 就會在一個線上的共筆系統裡面 寫說需要什麼東西 然後呢 實際那一整天 亂完之後在線上的聊天室裡面 繼續延續 那為什麼能夠繼續延續呢 是因為我們都使用了 所謂的open source 開源授權 開源授權 用一句話講 就是說 不但歡迎轉載 而且歡迎修改 我做到任何程度的東西 我開放給不特定的人去用 他可以去用來做 完全不相干的事情 但是 他不但不用問過我 而且他修改過之後 還可以繼續用相同的方式 讓其他的人去做 然後剛剛這個 Jepin也有提到 我們講的每一句話 事實上是盪到 每一個句子的那個層次 在網路上都是有網址的 所以是公開討論 然後是共筆 然後呢 這是一個所謂城市人 但是現在設計師很多都會用的 一個類似臉書的一個social network 只是在這上面 大家不是交換圖片 跟可愛的貓咪的影片 跟這些東西 而是實際的城市跟文字的 跟法律的跟設計的產出這樣子 那為什麼要 這四個其實都是在說要公開 那為什麼要公開呢 公開討論的好處 就是你可以避免私下討論的壞處 私下討論壞處 就是說有人問過的問題 你要回答很多遍 然後有人沒有來參加 他回家可以看錄影 他不用再來看一遍等等 就是所有這些私下討論的壞處 只要透過這些技術機制 都可以解決 那因為我們做open source這個文化 也快二十年了 那所以有兩個最基本的精神 就是release early response 不要怕丟臉 就是就算是一個再醜 再粗階的想法 就把它丟出來 而且歡迎大家動手修正 那有一個很好的意思 就是在第0次黑客森的時候 就是一堆工程師自己呢 這可能還不是photoshop 可能是這個文字編輯器 就做了一個非常非常醜的logo出來 但是呢大家都不怕丟臉 所以我們就說好像這個開源出來 這個就是我們的logo 那剛好在黑客森的時候呢 有一位設計師 他看了這個就渾身不對勁 他說他看到這樣子的醜陋的設計 他沒有辦法工作 所以他當天就跳坑 然後把距離一頁logo改成比較好看的 好像這個左一眼右一語 有打個勾的這樣子一個設計 但是呢因為是開源的 所以別人就可以再把它拿去配圖 拿去做各種不同的事情 然後呢因此就在各個設計師的接力之下 我們現在有一個相當高品質的一個視覺標示 可是如果不是一開始不怕丟臉 把這個放出來 而惹設計師不開心的話 這個後面的這些是絕對不會發生的 所以就是說一開始不怕丟臉 而且歡迎別人修正 那再舉一個例子來說 像臨時政府的官網 G0B.tw其實是任何人都可以在Github上面編輯的 而且你每次編輯呢就會有一個視覺化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EPA編輯的最多次 然後是CL高 然後是其他其他人 所以每一次的編輯都會有記錄 是誰幾點幾分 他改了哪幾個字 在官網上面加了什麼功能 所有這些東西都在線上有記錄 那所以這就是一個有點像是 我們叫做commons公有的 大家只加進來而不拿出去 就這樣一個不斷累積的一個概念 所以從G0B開始到現在26個月了 我們有做過一些就是 可能還沒有影響到10億人 但是上萬人應該是有的事情 他比方說把就是各大醫院的急診的通報 他們的推床數、滿床通報 所有這些東西 整合成一個像股市看壇一樣的一個介面 這樣子大家就可以看到說 救護車其實旁邊大醫院都已經滿了 其實不應該送大醫院的這樣子 那因為每個醫院只有他們 他們用自己的格式所呈現的當天的 或甚至是那一小時的狀況 所以有這樣子的一個歷史紀錄是很重要的 然後呢在高雄氣爆的時候 我們有一個時間地圖 會即時的用就是crowsourcing 群眾協作的方式去標出現在報到哪裡了 然後管線圖取得的話跌在上面 然後真的有人看了這個 然後從美國打電話回去 然後跟他媽說這個一路往北 已經快要到家裡趕快跑這樣子 然後另外就是 因為臨時政府當時叫這個名字 是因為g0v.tw這個網址 所以當時有一個想法 就是說所有大的政府網站 比方說立法院吧 是ly.gov.tw 那你只要把那個o換成0 就是一個0的轉移 最後就掉進那個ly.g0v.tw 然後這個時候呢 你就會進入臨時政府的立法院 那他的立法院跟ly.gov.tw 是完全一樣的資料 但是是用比較友善的方式呈現 你可以看到是誰提案 有多少人連署 他實際上修正了哪些條文 他刪了幾個字 加了多少字 他什麼時候已讀 什麼時候復文 什麼時候二讀 那這個是整合大概四個不同的地面的網站 加在一起的這樣一個視覺化的工作 跟剛剛蒙點整合字典是一樣的一個想法 那現在是好像很多氣象播報都會用的一個 就是用環保署吧 它的各地的PM2.5 PM5的監測 那他們只有標數字嘛 那所以我們就做了一個視覺化 就可以看到什麼時候有一團黑丸 站在席臺之類的 就是可以讓大家一目了然的知道說 現在空屋的品質是怎麼樣 那當然待會還會講到 各來為V計劃等等 那因為G01真的二十四個有非常非常多個專案 這個是比較有成型的 那沒有成型的是數以百計 然後也都有做到一個成果 今天因為時間關係不可能講很多 所以我就是主要講 我有參加的就是蒙點這個專案 蒙點這個專案是開放資料的一個應用的一個例子 他是1月26號第一次黑客松的時候葉平 我們是長期的很好的朋友 他本來是台大教授物理教授吧 然後後來去台灣Google 然後後來到了矽谷 然後在美國Google 他在矽谷發現說他要教台小孩學中文 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 這個相信所有的海外華人都有這個相同的問題 而且特別是因為我們自己在學中文的時候 是用教育部重典國語詞典修訂本的這個網站 可是因為現在小孩都是用手機 你如果用手機開那個網站 就會發現幾乎完全沒有辦法用 然後現在小孩查到一個字 他就是按一個鍵 就在Facebook上面或Instagram上面 share給他的朋友 可是那個網站也沒有辦法學 所以說就是你要說服小孩去用 教育部重典詞典修訂本的網站 是非常有難度的事情 那我們那時候就想說 好那我們來把它做成開放資料 那因為教育部的網址是moe.gov.tw 所以就是Ministrate Education 所以我們把它叫做moddictionary.tw 就是我們的網址 那moe剛好在這個日文是mo的意思 就是很可愛 所以說就幫忙畫一個很可愛的logo 所以就是教育部詞典 moe.dictionary 那先介紹一下這本詞典 這本詞典其實是當年在戰亂的時候 商務因素館剛開始的開館之作 從1945年第一次成書 到了1996年李建老師跟其他老師們一起修訂 然後高達16萬筆的詞條 然後歷史語用法非常非常的豐富 然後引用的都是經典 還可以說是正體中文的權威定義參考 沒有辦法比這個更權威和更經典 但是1996年 他們1994還1995 先上了一個叫gopher的版本 現在應該沒有人記得了 然後1996年上了一個更新過的yweb的版本 從那個之後基本上網站的架構 就反而沒有動過 所以剛剛已經提到 詞條沒有連結 沒有辦法分享 因為當時還是用big 5 所以就是某些字 只能用24x24的點陣字 如果用過一天中文系統 應該很熟悉 那像生態太這樣子還好 可是像三個龍那個字 你知道他還寫什麼 對 然後當然不支援手機平板電腦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去看他網站的原始碼 就會看到說本系統 去使用IE5以上 或Netscape 4.7以上版本的瀏覽器 那這個以上沒有意義 因為Netscape 4.7以後沒有出 所以就是說 它是1996年的網站 然後這個網站後來就真的沒有繼續 那所以你看 真的是世界級的內容 任何人要學真理中文 就是要來看這個內容 可是就是卡在1996年的一個網站架構上 另外還有就是說 還有後來的成語點 就是如果你放著大概 可能十分鐘到三十分鐘不操作 就會看到說 您閒置 您系統已經自動登出 歡迎再次登入使用 然後本來查的字就不見了 可是我沒有登入啊 就是說 這是一個不需要登入的網站 可是它三十分鐘會把你登出 我就完全不知道當年 為什麼這樣子設計 想必是有它的歷史因素 可是我們現在已經不可考 所以這樣子一個網站 我們用Tim Bernsley 就是發明WireWeb那個人的定義 開放資料 它首先在首頁就是說 不得轉載 不得使用 然後呢 而且你還不可以連到單一的詞條 只能連到首頁 所以是點第一顆星就是開放授權 也沒有的 在我們開始的時候 接下來呢 因為它就是一個網站 然後裡面的網頁 完全沒有結構的欄位 所以它的內文是全部寫在一起 一個字它的相關的字 它的反義字 同義字是哪些 這些東西完全沒有結構 它就是直接寫在內文裡面 而且它是用就是 剛剛已經看到的 1996年的HKML 跟Big Five把它釋出的 那因為那是圖 所以也不是機器可以讀的 功用格式 然後當然沒有任何一個字 有它自己的網址 更不要提交互連結 所以就在我們剛開始 蒙點這個工作的時候 重編過於此點的五顆星 是一顆也沒有的 這樣 那所以葉平就按照 就是G0V的工作方式 在共筆上面說好 我們需要有人幫忙抓資料 我們需要有人幫忙設計格式等等等等 所以她在1月26號寫了一篇文章 挖了這個坑 在1月27號 第一次工地放明黑客松的時候 就有一位 今天據說也在現場的Tony Q 取得了2000多頁的成語詞典當Sample 我拿了3000頁的國語詞典當Sample 跟M02 我們這三個人 等於拿了第一批的資料 然後我們就去睡了 然後這個葉平就醒來了 因為她在現場西谷 然後她就按了這些HTML資料去設計 JSON資料集的格式 然後她就去睡了 然後醒來就是工地放明黑客松那一天 就有人設計了Sequel資料庫的格式 以及就是小光光KC5 也是施加登陸那個網站的四人 我記得 就寫了一支程式 把所有的這些HTML的網頁 都可以轉成這些結構化的格式 也就是說剛剛的那個開放資料 從第一、第二、第三顆星的工作 等於在24小時之內 在一次黑客松裡面把它完成了 當然除了這個24乘24的點證圖之外 那些點證圖真的沒有辦法 所以我們要把它轉成萬國馬 就是unicode 怎麼做呢 我就是把它變成一個試算表 然後邀請所有人上來填圖放在這裡 然後用蝦米輸入法 用手寫輸入法 用隨便什麼輸入法的人 試著找出這個字在現代的萬國馬 是哪一個字 然後又有人幫忙校正之類之類 所以說就大概前後兩匹個三百多字 好了我一個都不會唸的這些字 就要再找出萬國馬 那它就變成一個可以複製貼上 那只有在這個時候我們才可以說 它真的是文字資料 那這個就是GDP工作的一個方式 就是有一個粗略的共識 就是我想要讓小孩在手機上面很容易地學中文 然後就每個人用各自不同的方法去寫程式把它做出來 所以在我們那24小時的工作 把結構化資料做出來之後 那過了大概一個禮拜就有網站了 也有瀏覽器的延伸 又有人把它放到編輯器裡面 就是裡面在Word什麼 或者別的編輯器打 它可以跳出定義 又有人把它整合到輸入法的詞庫 又有人做出桌面的程式 Mac跟各個不同移動裝置的詞點 所有這些都在不到一個月之內 都有人做出來了 所以就是說資料它一旦脫離了本來的那個束縛 那個應用是無線的 那到現在我自己有在做的就是 某一點點TW那個網站 這數字都有點舊了 一個月大概有五百萬人吧 然後在就是Android跟iOS的評分領域都不太低 然後也就是十幾萬人在使用 很多小學的國文課是直接用某點在上 這樣子 那當然大家都會問一個問題 就是說開放資料第一顆星就是 這個若無版權不得轉載 那你們從第一天做的事情 是不是就是違法的 那要看維持什麼法 就是諸作圈法第五十條 本來就有說《公法人之名義》 發表時速度在合理範圍內 得寵自公安多總國公開傳輸 他們現在諸作圈在修法 好像要把這個拿掉 就是預設是開放的 當然當年還不是 那什麼是合理範圍呢 我們去翻之前的判例 要嘛就是你只拿一小部分 但是可以商業使用 要嘛就是你拿比較大一部分 但是不能做盈利使用 就是家庭或教學使用 可是我們現在拿全部啊 十六萬條 對 那到底你拿全部的時候 什麼樣叫做合理使用 是這樣子的 就是我們用了 創用CC Creative Commons的 這樣一個授權架構 我說跟這件事情相關的所有程式 我都拋棄著作權 以及臨接的任何法律權力 包含資料固權 所有這些編輯權這些 並且就是做轉換的這位武光者 他也說 那轉換格式跟承認著作權 如果有的話 他也用同樣的條款釋出 也就是說我們完全說 這不是我們的東西 我們只是幫教育部 做得勢轉換 我們不伸張任何著作權 那在這個時候 我們覺得這是合理使用 那在實際的母典網站上面 我們就用這樣的方式 取得了詞點的內容 然後從教育部的那個 筆順學習網 拿到筆順的內容 然後又從另外一個地方 就是剪點本 拿到了發音的內容 然後就把這三個整合在一起 那因為教育部後來 做米蘭語跟克語的朋友 他們有參考CC授權 說因為字典 他們不希望大家修改 ND的意思 看到這個等於 就是說我們不希望 你修改字的定義 我們說這個字的定義是什麼 你可以拿去用 拿去賣都沒有關係 但是不要改它的定義 然後也不一定只有政府 有辦政府組織 像中華文化總會 那他們同樣也是李星老師 跟對岸河編的兩岸磊 那他又多加一條說 還有你不可以拿去賣 那教育是完全沒有關係 因為門店本來就沒有收費 然後當然也有 就是遠在法國的 Pierre Magistre 就是其實他 我們不太知道他的法文名 怎麼樣 因為他都把它說 叫我阿姐就好 因為Pierre 在法文就是石頭的意思 所以他是一個 非常喜歡台語的法國人 然後他在就是 台大做計算語言學 他就把英文法文 德文的對照的資料庫 全部都整合在裡面 這就是說這是完全跨國際的 你只要放上去關心這件事情的人 他們自己會找到方法去擴充它 所以到 不好意思 到十月二、三號的時候 因為我們參加一個活動 就大家會說 我們跟教育部討論 他們說 我們未來的詞典 都會用百恩地的方式來釋出 那重編過於詞典 我們要先解決一些著作權的問題 那在解決這個問題之前 我們希望保持規範性 就是說你可以修改 但是你不能說這個字 他先寫這句話再寫那句話 你把它倒過來 或是我們的註音符 你把它改掉 你只要不要破壞規範性 就真的是合理使用 他認可我們這個做法 但是更重要的是 他願意接受群眾的協作 來審核定證 所以群眾要怎麼協作呢 群眾的協作有三個部分 第一個是剛剛接續開放資料 每一個資料要有一個連結 第二個要讓分享變得非常容易 然後第三個才能夠來談協作 舉例來說 某一定點TW 斜線資料 就是資料的定義 你不需要再特別去寄網址 或寄什麼東西 你在後面打隨便一個詞 隨便一個字 就是那個字的網址 因為這樣的關係 就是第四顆星 就可以做出交互連結 你滑鼠移到材料上 它就會冒出材料的定義 因為它是去寫件材料去拿 所以這樣每一個字有自己的網址 每一個字的定義裡面提到的每一個詞 又連到這個詞的網址 之後呢 有些當然像這個 裡面並不是詞 但是開放資料工作坊 但沒有關係 我們可以把它拆成三個詞 所以如果有人在Facebook上面 他打Movedic.TW 開放資料工作坊 我們就會配一個很漂亮的指工格的圖給他 所以很多人用這個來表達心情 今天我好開心 就是大字報的一個概念 然後就可以隨便它輸入什麼字 那因為我們有整合很多自由的字型 所以你還可以選私人黑體啊 明體啊 或者馮甲大學的撰文啊 就有人乾脆把它當字帖來用這樣子 所以你就可以直接看到說 這個字在撰文是怎麼寫的 有了這樣一個基礎 有了成千上萬的人 每天在Facebook share盟點 有了大概每個月上百萬人次 來看盟點 這個時候才能夠看協作 舉例來說 教育部有發起 一個叫詞點啄木鳥的活動 那在這個活動裡面 他邀請大家來找資料庫裡面 有什麼問題 從編過於詞點裡面 有什麼措字啊之類之類 就邀請各界的學生跟社會人士參加 我們就想說好 那我們現在有結構化資料 有什麼事情是城市可以做而言 不能做的 那我們就想說好 如果有兩個詞條 他們引用了同一個書證 引用的時候只差一個字 可能有一個字是錯字 這是一個想法 好比像說的知識張景祺 當時他甲午戰爭 從台灣逃回清朝的時候 他寫了一首詩說 回憶民意非控 標倫逐浪脫險真奇絕 但我們在看的時候 不會看到這是一個臉字 就是看就看過去了 但電腦會知道 電腦知道這兩個字不一樣 但電腦不知道的是到底哪一個才是對的 所以我們就架了一個遊戲網站 也是請平常有來看蒙點的朋友 他們在右上角就會看到一隻啄木鳥 按進去就會說 請問這兩個哪一個是對的 你覺得 按了這個可以去Google查 也許這兩個是異體字 也許可以按都對 或者無法判斷 那這個時候 如果他有什麼想法 就有點像討論版這樣子 還可以留言在這邊 然後我們就整理出了 大概五千匹左右吧 的這樣子的資料 然後全部用就是 資料庫的方式提供回給國教院 讓他們去更新 就是詞點裡面的書證 所以以這個條文為例子 五位網友都認為 您的脫險是對的 沒有人認為脫點是對的 還有一位留言說 把臉脫下來是奇絕了 可惜央人拍過這部影片 已經沒有清理了 所以就是說把它變得很有趣 然後平常就有很多人在分享 所以一有活動 就呈現上萬人來在那裡 所以就是在這個五六零二人四裡面 整理出了許許多多的 那我這兩天其實 半年不遂都在做原住民的詞點 事實上原名詞點 本來只有文化大詞點 它其實是比較類似百科全書 它是用漢語來定義的 那真正有足語的是 我記得原委會才上線大概兩年多吧 的一個網站 那所以也有人 正在試著把它整合到夢點裡 我們也還在看自己授權 可是如果實際去這個網站的話 就會發現說 有這些族的族語 可是臺灣實際在使用族語 最大的人口 就是阿美族 在這上面是沒有的 所以我們那時候就想說 好 那夢點可以做的事情 是我們來做一本阿美族的夢點 那阿美族事實上已經有過兩份 就是簡明詞點 跟聖經夢會的阿美語詞點 方明教室編的 這個是阿美語網 英語跟中文 然後我們就想辦法去要電子檔 然後就發現說 兩個都要不到電子檔 因為都太久以前編的東西了 所以又跟政治陷阱一樣 我們只有紙的 只有紙的怎麼辦呢 在第十次資料科學黑客宗裡面 Miosky就把它實際掃描起來 又一位Sindy把它寫成是切成橫列 現在不是豆腐了 是一條一條豆干之類的 然後做一個初步的辨識 把這個雜訊略過之後 然後針著阿美族人Lafin 去把以前的數學系統 跟現在的數學系統 做一個校正 然後最後把它放到 一個遊戲平台上面 所以在這個遊戲平台上面 實際我們可以看到的 就是阿美族字典數位化 這邊是一行 機器切出來的字 我們希望鄉民幫忙 把aka-don't negative command 不要多轉頭地命令 把它打進去 那這個是空白行不要打 如果不小心機器切歪了 只要打完整的那一行 那同樣的一個遊戲界面的網站 然後同樣的鄉民就非常非常高興 這樣子 然後誰趕快去CC給張正月 然後就在Facebook上面傳播 那足人很多啊真的 然後就五三小時以內 同樣的那麼厚一本字典 一共八萬多個字條 就全部數位化完成 同樣的每一行 都有三個人以上看過 所以我們就一個 非常非常完整的阿美語字典 所以如果現在大家 連到阿美語字典 所以如果現在大家連到 阿美語字典 然後打這個四方形 或四邊形 你就會知道說 它在阿美語的念法 叫做Slada 這樣子 好 那所以這個 來談一些 比較沒有那麼輕鬆的話題 還有喝口水 所有剛剛的那些想法 其實我並沒有在這個裡面 這是中秋的時候 但是我有在線上 因為1985當時發起這個的時候 後來他們把他們的經驗 怎麼申請路權 怎麼樣做就是救插隊 然後怎麼樣子 做各種各樣子的醫護 什麼的安排 都寫在一份共筆上面 在Wordoc上 叫做第一次做公民運動就上手 然後那等於是一份指南 那樣子的東西 那因為它是共筆的 也是開源出來的 就很多社會運動團 就上去說 可是我覺得應該還有別的 對不對 要有直播啊 要有緊急通道啊 要有什麼東西啊 所以就很多人上去討論 那有一個我們叫social object 就是把這個東西 變成一份文件 大家一起來想 下一次怎麼樣做得更好 這件事情 就跟剛剛那個 crowdsourcing一樣 是有趣的事情 所以1985當時 就是他們想出了一個說法 就是他們想要把政治這件事情 做成一件有趣的事情 那這是我在維也納去年十月的簡報 那時候在講的就是說 就是我跟維也納的朋友說 其實不要以為說 2014年3月才發生了 向日葵事件 那事實上這個事件 是早在2003年就已經開始了 因為2003年是Wikipedia 維基百科這樣子一個網站 它把它後面的城市 Media Wiki把它開源放出來 讓每一個願意用我們剛剛說的方式 共筆一起寫一篇文件的人 都可以很自由地自己共筆 那當時他們把Media Wiki 這個城市放出來的logo 就是向日葵 所以我就是跟維也納的朋友說 就是這個向日葵 從2003年就開在那裡 那現在只是說 10年之後 就是Vedion 就是政府嘛 Transparence 就是透明 是開在這邊 那它也不只開在這邊 它開在別的地方 那舉例來說 站重嘛 那香港 有非常非常多人 而且重點是說 那是the organization 他們是自己自組織的 然後跟巨靈力一樣 是有做事情的人 就每次就是做一點點事情 就是actocracy 做事的人最大 所以這個外媒也把他們報道說 這個是世界上最有禮貌的一群抗爭者 然後也有這個數位藝術家 把他就是網路上面的參加投影上去 那我在給這份talk的時候 站重發生的時候 我人在德國 我在Dusseldorf 然後就有這個外國媒體說 他們有一個網站 這個網站非常非常的先進 你可以在上面看到各種各樣子的 站重的錄影 物資需求 所有這些東西的資料 然後就有另外一個媒體工作者回說 等一下這個網站我在哪裡看過 然後當然這個網站就是像這樣子 我在Dusseldorf的時候 前兩天有稍微幫他們一點忙 就是把這個東西架起來 然後把手機板做出來 那在這上面就可以看到說 後面的這個試算表 任何人都可以編輯 每個人都可以把 覺得站重重要的連結加上去 於是就有我們剛剛可以看到的地圖 每個地方 什麼地方有物資 什麼地方目前在集結 什麼地方有人在用什麼東西 每個地方的即時的影音 變成一個時間表跟最新消息 然後呢 有確認過的即時的影音 實際把它放在這個網站上 以及我當時在德國覺得最有用的 就是這每一個直列 就是一個佔領的地點 那他們的地點大量多 那你就可以看到說 哪個地方需要毛巾 哪個地方需要水 哪個地方需要水 哪個地方需要雨 所有這些後勤的 都是在這個系統裡面去把它完成的 那所以我當時就跟VNR的朋友 因為今天時間關係不可能講很多 有一個後面的這個理論的基礎 但是是強者我同事 Edenopolis的哲學博士論文裡面 他說他是研究 Internet Telegardening 透過遠距機器人來種采 那為什麼他當時在MIT媒體實驗室 就是有一個花盆 有一個機器手臂 你連到那個網站上 你按鍵就可以移動機器手臂 它就會幫那個花盆澆水 就有點像開心農場 可是是真的有一個農場的一個狀況 然後那個非常非常早 好像1998年吧 是一個非常早期的 很有名的一個實驗 那就發現是說 它可以吸引好多人的目光 很多人整天沒事 就是在那邊 在MIT Media Lab 種那一棟植物 然後那個植物如果凋零了什麼 很多人會很難過這樣子 那為什麼呢 他波士論文學院在研究這件事情 他說是因為透過網路種菜 跟traditional gardening 跟自己親手的種菜 相似之處 並不是在種菜這件事情 而是它在認識論上面的直接性 也就是說你透過這樣子一個直播 你可以看到一些 你沒有辦法透過間接方式看到的資料 每一天那個賣盆花會長成怎麼樣 你前一天沒有辦法預測 當大家一起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就會開始關心這樣子一個花園 即使它是在千里之外 即使我在德國 站中發生在香港 我還是就是二、四小時不睡啊 在那邊就是關注它們 所以有直播 有以上的這些東西 才有可能有透明 而有了透明之後 大家不管人在多元的地方 都會關心共同的事情 那站中的這些技術 當然是在3月19號 到4月10號逐步見智而成的 那今天時間關係就不講細節 但是在318晚上 就是事實上我當時去支援直播 去支援網路的時候 本來以為只是要等一場晚會 然後大家就散掉了 然後那 所以我就幫忙把那個網路架起來 然後一大便連上它的DV之類 然後中間我們一度還接不上 然後就有一位學生說 他是黑倒青的學生說 欸你們缺一台notebook 沒關係我notebook給你 你們隨便用 我晚上用不到這樣子 我不知道為什麼一個人可以說這個 他整天都用不到他的notebook 當然很快我們就知道為什麼 因為我要去翻牆 對 那等到他翻牆的時候 其實我已經回家了 然後那我回家 可是我是透過直播 在看這整個過程 然後所以在聚音樂聊天室上面 大家就來幫忙文字轉播 然後它一塊就爆炸了 然後就幫我們又加開了新的機器 然後呢 就開始出現場內的場外的各種各樣的直播 就是像剛剛講的 大家千里之外 關心某油花園的那個想法 去看說當時需要什麼 所以當時在那整個過程裡面 我們就辦了線路中 就是因為當時的一個想法啦 就是說有網路存取的這種權利 跟受醫生照顧的身體的健康的權利 以及受律師照顧的基本人權 是相等的 那當時在那個場上 不管是在哪一方 都沒有人阻止醫師或律師的進出 那同樣的就是我們有一個必章 就是專門做線路中的這個工作的人 也沒有人阻止他們的進出 那我們所做的事情就是 即時的把不管是好的 不管是壞的 不管怎麼樣的事情 讓我路上人可以看得到 那當然很神奇的 就是因為這樣子 暴力的狀況就減低了 我們在香港也是啊 就是哪個地方有攝影機 哪個地方暴力就減少了 那所以另外就是說 當然那時候就是 外場的人不知道那場發生什麼事情 所以就很困難的架一個投影的父母 然後讓他能夠直接的去看到 那同樣的就是跟剛剛講的醫生律師一樣 我們並沒有學哪一邊 所以到了3月29 有另外一群穿白色衣服的 像白色正義的夥伴們 他們也想要來做一次 demonstration 但他們的訴求是說不應該佔領立法院 所以他們就也寫信來說 那可不可以來直播 我們同樣的也去直播 然後可是他們第一次 就發現他們辦活動音響啊 什麼都setup的不是很好 可能平常不太有練習 所以我就把那個第一次公共運動就上手 以及我們之前就是308的遊行的相關的文件 也寄給就是白色正義的朋友 希望他們下一次在 那雙方是台北車站辦的時候 能夠參考這個文件 然後辦得更好 那這後面的想法是一樣的 就是說一個人他比較完整的 把他想要講出來的話講出來的時候 就是我們說不平則民嘛 你一開始讓他能夠講得出來 就比較不會有暴力的狀況 那同樣的也是在就是 當時就是參考了華爾街運動的手勢 在外場有一個憲政的討論 這個憲政討論一直持續到現在 所以那也是我們第一次使用Lumino 那Lumino後來這邊也用來多次了 是一個線上的討論系統 然後能夠把公民憲政會議的這個 實體的錄影把它數位化 所以在我這整個過程裡面 我很高興就是說大家是 參加的朋友是完全聯手網路中立的這個概念 就是說我支援的時候 我並不知道有人要翻牆 可是既然有人翻進去了 要連上槍裡跟牆外 只有中立的網路能夠做到 那通訊可以減少衝突 我們很誤會 我的本意就是這樣而已 那這堵牆 它不一定只是立法院的那一牆跟外牆 它可以是行政院的 它可以是中國大陸跟台灣中間的 對不對 它可以是地球跟其他星球中間的 所以說這個原則是任何時候都使用的 所以在129的那一天 一個籌備了由台北林先生挖坑的 全台灣本年度最大線上網線下的實境遊戲 就出現了 那在這個遊戲裡面 相信大家都還記得 他們的目的是要收集到很多份聯署書 然後就是要罷免 剛剛提到的某一位委員 然後他們收集聯署書的方式很有趣 就是他們在距離離這邊挖了一個坑 然後很多設計師跟工程師 幫忙架了一個網站 這個網站是說 你住哪裡 離你最近的投開票所是哪裡 離它好像30公尺還是20公尺之外 這個第一個能夠放的地點是哪裡 那個地點現在是不是有人已經願意提供影子 提供桌子 提供水 提供陽傘 提供紙 提供筆 如果有人沒有提供的話 你是不是可以在這上面 志願去加入 然後只要有足夠多的人加入 志工數到達10個人 這個小坑就變成一個城堡 就一個小鏟子 就是完全用一個遊戲化的方式 讓大家可以看到說哪邊缺人 所以人力不會重疊的調度 物資不會重疊的調度 任何地方缺的 那就會有那個地方的人把它堵上 所以我是覺得說 這個當然這裡是用來收連署書 可是任何72小時之內救災 你要在短時間裡面 把足夠多的人跟足夠多的物資 平均分散到某一個區域的狀況 都沒有同一條系統 所以就是他們實際運作的狀況 他們還有一個進度條 當然我們也知道連署書就收到了 同樣的也是用 crowdsourcing的 就是監票者連紅 他們也是一樣寫了一個APP 然後讓大家去看說 投開票的過程有沒有發生什麼問題 如果有的話 錄影跟直播能不能上傳 在柯P那邊 他們也有1534位民主之眼 他們是官方認證的監票員 所以他們也是一樣用雲端的一個 我們叫做Parse的一個軟體架構 他們只要傳簡訊格是40 D級投開票所 K級票L級票據點 然後按發送 這個時候他們馬上就會顯示在這個看板上 那這個就不但比中間會 比任何媒體都快 然後都幾次都緊缺 所以同樣的也是結合了就是1534個人的力量 然後在一天之間把它完成 所以我們現在想要拿這個力量來做一些 跟行政員有關係的事情 那這是VitaN.D.W 就是想說所有的跟數位或者虛擬網路相關的事情 我們之前自己覺得最大的障礙就是說 第一個要通過一個法案也許會影響到我 我是原居勞動者 我已經原居勞動了十幾年了 可是你們要通過法案我其實平常是不知道的 所以第一個是缺乏了解 那接下來就是說 我即使要了解了什麼時候開公聽會 我公聽會的時候我要什麼樣的格式提出去 才會有意義 我其實也不了解 這並不是我的專長 那我相信也不是很多 會受到這個法案影響的人的專長 那最後就是說 等到我終於把這些都看完了之後 我就會有一種這個腦袋要想要爆料的感覺 因為它牽涉到太多太多太多的事情 那所以我就會覺得說 那我甚至我不敢 甚至是發表一點點的意見 那任何 除非是專門在做遊說 或是專門在做支付工作的人 都會遇到同樣的這三個障礙 所以V台灣這個專案 就是當時的黑客宗瓦克坑 想要解決的方式 就是說請提案方 包括經管會或經濟部挑一群編輯 目前是自策會的科法所 把他們的這些非常非常智識化 很重要的這些文件 切割成不到四百字的前導文字 以及切割成可能四題到十題左右 需要調查會受到影響的人的題目 那在這個題目並不是是非題 或者單選題或多選題 而是都是開放作答的 所以任何覺得可能會受到影響的人 就可以上來討論 那討論要討論的文化 所以我們就在黑客宗募集了一群版主 那這群版主就會是 維持這個良好的討論文化 所以在編輯群幫忙把它變成 就是結構化資料 並且提案方覺得無誤 大概兩個禮拜之後 我們就會上線到討論區 上線到討論區之後呢 就會號比商說1月1號提的案子 2月1號就會正式開始線上討論 那如果是就是來亂的 或者是程序性的 我到底應該按哪裡回覆 之類的版主群可以馬上回應 但是如果是跟號比商說 日本怎麼做的 德國怎麼做的 美國怎麼做的 這些有關係的 那可能是自策會科法所的編輯朋友 會在7天之內回應 那如果是主責機關 他比方說 我們10年來是怎麼做的 的話 那就會希望提案方 在7天之內回應 討論才有可能繼續進行 這樣討論一個月之後呢 就會由版主群 把特別有建設性的 真的提出了一些 我們平常在公聽會 不一定聽得到的這些人 變成工作組 那這些工作組 會實體約一個時間聚會 把所有在線上相關的事項 變成具體的建議事項 所以行政機關 只需要對這份 整理過的具體建議事項 去提出回應 那他回應的方式可能是說 我覺得 我們應該提分子檔案給立法院 或者是說 我覺得我們鬆盪幾個解釋 或者法規就好了 那不管是哪樣一種回應 都要去對這個具體建議事項 裡面的每一項說 我們有採納 很感謝你的意見 或者是我們有採納 但是我們有點修改 然後上線的數字有修改 或者是說 這其實真的不是我們 不管得到的事情 很抱歉 你這建議很棒 可是我們會幫你轉給 例如像國法會 之類的這樣子 但是對每一條都要實質的回應 然後工作組會第二次聚會 去看這個回應 以及所公布的草案版本 然後去把它更新到 第二階段的網友的討論事項 讓每一個發表過意見的網友 確認說這樣一份草案 真的跟這些回應 真的有反應到網友的意見 那這個時候提案的話 就可以決定說 好 如果沒有人提出修正案 如果工作組都很滿意 這真的解決大家的需求 那就送禮保院了 或者說就頒布啊 那不然的話 還可以繼續討論 這樣子 是我們想出來的一個狀況 那你剛剛好無編 所以蒙典你一進去的時候 就是蒙這個字 蒙這個字 它除了在日文 是很可愛的意思之外 在中文文言文裡面 作為名詞 有草木出生的芽 蒙芽的意思 有事物發生的開端 或徵兆蒙照的意思 還有人民的意思 那以上的這些分享的東西 都是希望說 人民一開始有一點點 我們也許還不知道 這條路怎麼走 但是走多了就是路了嘛 它是一個開端 或者是一個徵兆這樣子 謝謝大家